大龙是秦总的命根子 要是大龙倒了 凌获肯定内疚死 恨死自己了 你也别这么大压力 你也不想的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找投资 就当你 这个时候谁会进来啊 那也得试试啊 高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姚总临时有个紧急会议 恐怕今天不能跟你见面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那可以帮我约明天的时间吗 姚总明天出差 最近可能都不在公司 明白了 打扰 我 高山 喂 张总 之前那个大龙那个案子 我微信里跟你说过 这个 我明白 麻烦了 第一次走投无路 高山 你也该尝到教训了 喂 高先生您好 我是丰盟投资的前台 上午我们见过面的 您好 是这样的 刚好我们姚总交代 今天晚上有空可以约见您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一起吃个便饭 当然有了 那好 地址我稍后发现 好 谢谢啊 客气 我 喝酒 好喝 姚总您好 我是高山 小高来了 来 来 来来 来 来来来 又来 来来 来 去看好别啊 小高啊 我看你呢 也是个爽快人 我看好你 看好你啊 来 再喝一个 不好意思 去个抽屉家 等你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总喝多了 其他人送她回去了 没关系 剩下的事你可以跟我谈 好 这是大龙的计划书 不好意思 手滑 麻烦高总帮忙捡起来 刷我呢 现在才发现 我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失败者身上 大龙部社不能投资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общем官的电视影片